这一名穿着黄色上衣的老翁 疑似拿着这个长柄镰刀 就往另外一名男子身上挥过去 吓得这个男子是拔腿就跑 而且手臂也已经被砍出好几道伤痕 那双方其实是邻居 但不明的纠纷 让这个邻居的关系似乎不太好 更让老翁持着镰刀挥砍 让杜姓男子相当恐惧 人家说名枪一堵案件难访 他是随时都会拿刀砍你的 虽然警方接获报案 但这一名这个老翁 他其实不愿意配合侦办 甚至还拿着这个铁棍 破坏杜姓男子家中的 这个监视器镜头 而老翁目前是遭警方 依杀人未遂罪来移送 而检警是还要进一步调查 这个老翁挥刀的动机 这位老翁还要进一步调查 就是一个老翁挥刀的 这个老翁挥刀的 老翁挥刀的 还有老翁挥刀的 老翁挥刀的 老翁挥刀的 最后一步调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